滿滿的是 這一顆是我一個好朋友 對對對 他重要的地方是說 他是不怕崩潑 松柏長青 那最好的地方就是說 他是 日曬 不拔 堅忍不拔 所以齁 如果 長青 對對對 長青勇在 這一顆不錯 後來介紹 真柏 外省人他們叫柏 發音叫 柏 兩顆石頭是石 故宮的古畫 乾隆畫 那麼大一個畫 有名的畫家畫很大一個 像真柏 他代表了什麼 種這個書代表的 真柏就是你剛才講的 長壽的象徵 還有他 他那個就是 他個性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堅強 兩顆石頭的意思就是說 兩顆石頭呢 外省人叫做柏 石頭就是石 一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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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柏二十歲 一柏二十歲 一柏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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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柏二就對了 一柏二十啦 一柏二十 一柏二十 對對對 我要那樣四面照一下 你不要給我上網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個沒有人看了 好 這邊就比較漂亮 這陽花照到 你看 對不對 這個就比較漂亮 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那個 超過 開七千塊 應該 都要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夜宜的時候 我夜宜的時候 就在這個屋頂上 你下次這樣上來 這裡會結果 對對對 你看 它開花都開花了 有有有有 有開花 有開花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 在屋頂樓上 做的這個 焦發的這個 這個 休閒活動 欸不錯喔 是是是是